我是阿小 嗨 小朋友们 你们好呀 阿小姐姐收到了一个新玩具 小路新人的窝窝周末 在拆开之前 阿小姐姐要问一个问题 你们的周末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先让我来猜一猜 可能会去动物园里看动物 或者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散步 还可能在家里面看书看玩乐三分钟 我和你们一样也会看玩乐三分钟 不过我还会勤劳地做家务 还会做一道美食分享给家人吃 那么小路新人的周末时光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吧 Go 这里还有一个说明书 上面有所包含的产品 还有组装示意图 小电视的玩法 这一定很有趣 现在就把它们都拿出来 这个就是沙发 好柔软呀 你们看它的样子 好像一只鲨鱼 就有它洁白的牙齿 还有两只眼睛 在吃薯片的小路新人 大大的眼睛 好可爱呀 还有 桃鲜的鹿角 好萌呦 阿修姐姐好喜欢它的粉色裙子 现在就让小路新人坐在沙发上吧 好舒服哦 这个时候就要看电视了 好可爱的电视啊 粉粉的嫩的 上面还有两个天线 小路新人喜欢看什么节目呢 我来调一调 就看这个吧 朋友们 看我发现了什么 小路新人的薯片 我也想吃 到处来 就剩三片了 那我也要吃掉 小朋友们 看电视的时间不能太长哦 这样对眼睛不好 小路新人 要把电视关掉了哦 OK 现在好好休息一下眼睛吧 好的 小路新人的窝窝周末 真的是太轻易了 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吃薯片 哇 我真的好喜欢呀 小朋友们 你喜欢我的这个新玩具吗 留言告诉我吧 最后 不要忘记 点赞和订阅哦 下期视频 阿小姐姐再和你们见面 拜拜 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